好庆 前天和黑猫参与南京玩家见面会 史称南京百人会议 顺便套路了我朋友的朋友 拿的部分双人对决的珍贵资料 简称白嫖 白嫖是优良美德 不是吗 首先就是新疆势方面了 加入了敌敌味疆师侏罗纪的野蛮人 队员产歌和冰砖 产歌三回合出 和矿工机枪一个回合 但我特地研究了一下 产歌和火把攻击纪律几乎一样 如果出生点和火把一致 很多方面火把就能代替了 好家伙 品质越贵反越废 这就是金色传输的力量吗 贝爷和飞行器和章鱼 都是一个回合才出的 优点就是免疫大部分食物控制 血量后走到之处寸扫不深 但走得很慢 慢热型的僵尸配法射效果 感觉还是不错的 DTV尴尬就在于 第三回合才能解锁 和机枪一个类型 可能可以限制精弹植物 但总体感觉还深不如机枪呀 野蛮人第四回合就出 各自圆碗这里击退类的 半攻击一束阳光 基本上机器牛完全胜利 五剑圆光的话机器牛也能破 直接无脑散buff飞行器开船 谢谢 用途不大 冰状的结果花费有点高啊 不过我感觉前面三到四个回合 就可以上来针对一下 那对于双人专令 金兵灰现场说 会变丰富 你最好真的很丰富 我们来看看 哦 原来变成这样的啊 看起来直接和战令看齐了 还有经验额外加成 那么再也不用担心 我晚获得基金是个黄瓜了 对于科兴来说 污列南瓜头和书 西亚比还不错 最后呢我还发现购买 等级后面两个来目 还附责紫色宝箱 总结还是没啥用 箱子身后期将是太满了 这件就当个附赠品吧 塞亚风好像都还不够 以上为我在界面会上 见到了双人更新部分情况 大家有什么看法哦 欢迎各位唱首预言哦 好 请赞粉 下期见